大家好,我是小安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米饭不要直接蒸着吃啦 蒸米饭的时候加上这种食材 又补钙,又补铁 增强钙质 加强骨肉健康 使我们身体特别的强壮有力 整个人气色越来越好 越吃越香,越吃越健康 我们先来准备大米 大米适量就可以啦 大米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口感也很好的,香甜软糯 大米中含有钙、铁、膳食纤维 维生素、不饱和脂肪酸 还有铁、钾 营养特别的均衡的 在南方,每天都会吃大米的 大米作为主食 真的是既有饱腹感又有营养的食物 那么怎样能够让大米的营养 刚好地释放出来 吃起来更好吃 更有营养呢 今天这个做法也是比较不错的 是受很多朋友们的喜欢 特别的好吃 又有食欲 我们抓拌抓拌 把大米淘洗干净就可以啦 淘米的食物次数比较多 凉面就可以 淘米比较多 营养会流失的 口感也不是很好 准备一把黑木耳放入水中 水需要是温水的 温水泡河是比较快的 再来一点面粉还有白糖 扎拌扎拌 我们浸泡一会儿 把木耳泡开 不一会儿的功夫 木耳泡发好了 再抓洗干净就可以啦 木耳含有特别丰富的 膳食纤维 铁 钙 鲜 维生素 铭 营养特别的多的 平时要多吃木耳 又能够补钙 还能够补铁 又补血的 营养特别的丰富 我们抓拌抓拌 把木耳洗干净 木耳过后里面有好多的灰尘 不好洗的 加入了面粉洗 面粉具有特别好的吸附作用 可以把木耳过后里面的灰尘 全部吸附出来的 并且我们泡发木耳的时候 加入一勺白糖 用温水泡发 几分钟就可以泡好了 泡到木耳又大又好搭 非常的不错 准备600克的排骨 排骨我提前用水浸泡了5个小时了 去除了一些血水 我们剪成小块 排骨里面的血水是比较多的 在吃之前 一定要好好的浸泡浸泡 洗一洗 去除血水 让腥味能够减少一大半的 排骨吃起来没有那么的腥 也不柴啦 排骨营养特别的丰富 尤其是瘦的排骨 脂肪含量比较低的 吃排骨又能够补钙 又能够补铁 强壮身体 增强钙质 我们再淘洗淘洗 把排骨洗干净就可以啦 我们准备一颗胡萝卜 刮去外皮 胡萝卜的营养特别的丰富的 含有钙 铁 维生素 膳食纤维 整个一把包好的玉米粒 玉米粒含有膳食纤维比较丰富的 钙含量也充足 能够很好的补钙 补铁 补充维生素的作用 玉米不光有营养 口感也很好的 香香甜甜 糯糯的 是说很多大人孩子们的戴爱的 其实呢 玉米真的是比较好吃的 无论是直接煮 还是煲汤 都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还有很好吃的 准备一小颗土豆 切成厚片 土豆中的营养是比较丰富的 还有钙 还有钙 维生素 蛋白质 营养均衡 它的口感也很好的 还有淀粉 吃土豆 还有营养又好吃 准备几颗香菇 我们把香菇洗干净 香菇属于菌类蘑菇 营养丰富的 含有蛋白质 胺基酸 钙 铁 膳食纤维 平时要多吃香菇的 又补钙 又补充维生素 营养均衡 口感多层 我们把香菇抓洗干净 多洗一洗 再把根底去除 用剪刀剪 这样不会浪费果肉 我们把香菇改刀 切成片 然后切成小丁 锅热加入油 油热加入排骨煎一下 排骨煎好了 两面金黄就可以了 这样变出了油脂 去来冻香 看一下 我要把排骨捞出来 冲酒 接下来把配菜 倒入锅里面 炒至断香 菜好了差不多了 再把排骨夹进来 加入少许的老抽 来点生抽 再加入少许的盐 翻拌均匀就可以了 调味是比较简单的 上色就可以 哇 哇真的是太香了 非常的有食欲 炒火的大米倒入电饭锅里面 炒火的菜加进来 这样是用的水 不要太多了 再翻拌翻拌 翻拌均匀 盖上盖子直接焖煮就可以 时间到已经焖煮好了 真的是太香了 亲爱的家人朋友们 制作视频不容易 请您愉快的小手帮我点个赞支持一下吧 您的每一个支持和点赞 多数前应的最大动力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蒸米饭时多加入几种食材 真的是太有食欲了 主要是营养丰富 又补钙又补铁 还能够增加抵抗能力的 增加钙含量 这些食物呢 蔬菜肉类都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的 日常生活中一定要多吃一些 既好消化又补营养的 自补全身 这些你的好处很多 你看这样做加入的食材比较丰富 口感多层 特别的好吃 并且做法也比较简单的 适合多种人群使用 如果你也爱吃米饭的 那么这道米饭一定要收藏起来试一试 真的是既有营养 又好吃 喜欢的朋友们收藏起来 有空试一试吧 点开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视频 如果也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帮我点个赞关注一下 转发给身边需要的朋友们吧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